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安心 上次是我的态度不好 说了很多不该说的话 这些天我一直很闹悔 一直想约你出来聊一聊 柳青的事是我做错了 你是最大的受害者 对你的伤害 我很抱歉 很高兴 还是在一个时辞认 这个说法吗 和您的诞产 还是在一个时辞产 还是在一个时辞产 但是和您这个时辞产 但是我今天早上已经产生认为是 这个时辞产 真的要在一些时辞产 剩下来 就能想起我们之前 很多很多的过往 那时候我刚长夜 我们住在一个 非常简单的一居室里 冬冷 夏热 最困难的时候为了省钱 我们连添暖气都不舍得开 你还嘴硬说不冷 为了给你买转戒 为了和你结婚 我在外面接私货 练着熬了一个月的夜 你也是傻 我当时就是一个 什么都没有的穷光蛋 你竟然还肯 嫁给我 你现在说这些很有什么意义呢 很多人不都是这样的 能共苦 但是不能同感 我知道 我对你还是有感情的 我也相信你对我也一样 生活过成了这样的 我很难受 现在的日子过成这样的 都是我咎由自取 我 我 我压力真的很大 你想 我的父母岁数大了 身体也不好 我都不知道怎么开口跟他们说 才有就是你爸和你弟到公司里那么一闹 现在公司所有的员工都在背后议论我 是 现在公司经营的状况还可以 但市场的风险实在是太大了 我随时都可能倾家荡产 我们都是成年人了对吗 是 要为自己的错误付出代价啊 我们毕竟夫妻一场 你能不能够 真的 我真的是太难了 你想怎么样 三千万 一次请父亲 三千万 是 这些钱足够你生活得很好了 再有我们还可以成为朋友 你即便以后遇到什么困难了 你可以随时给我打电话 我跟我们 前面你以为是给我追忆往事 又是做苦 目的就是为了这个 给我讨价还价来的 你是花了不少心思 但是演技实在是太处理了 安心 你听我解释 你省省吧 我今天就不该来这儿 在这儿给你浪费时间 你以为我还是那个一直那么爱你 一切以你为重心的安心吗 不可能了 财产分布的时候 我没得商量 以后 与离婚有关的事情 任何问题也照顾我的历史至极量 还有 同意协议离婚 是给你 也是给我的婚姻最后的存言的 如果还不行 我会提起诉讼 请法律给我一个公众的判决 对 对 对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喂 爸 婚姻 干吗呢 我在外面呢 你今晚回来吧 想这什么妈给你做 对 千万不能因为离婚这事 熬坏自己的身子 实在不行就回家住 千万别自己硬撑着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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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公 来 好 我一会儿要陈姐 好 让小王送你去 我也会尽快结束的 行 没问题 来 来 老公 再忙呢也要记得吃饭 累了呢就休息一会儿 最重要的是 要想我 会的 等你回来 好 走了 注意安全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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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方要求资产平分 作为夫妻共同财产分割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孢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